阿曼大老师 老师哪些星座的女人 是神力女超人 对哈 我们今天从星盘当中的这个 太阳星座月亮星座 还有上升星座来观察 有上榜的女生 可能真的都是有这种 超能力的神力女超人 什么意思 她们做很多事情 都有可以自己完成 不靠他人的这种本领 但是原因可能不太一样 首先第三名呢 如果有落在狮子座的女生 会因为 这个全凭自己不靠他人 而成为神力女超人 我们说狮子座特指强的人 他们其实充满了自信的 对于很多事情都觉得 我可以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自己完成的 像有些这个试作女生 一拿到驾照 一开始开车 他们就可以开个这种 长途旅行 或者是就开山路了 很多人开车多年 还不敢跑山路 但试作女生觉得 我可以 只要我能够这个 拿到驾照 表示认可了我的能力了 所以在生活当中 甚至结婚之后 很多家里面的事情 他都觉得 我自己就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靠另一半 会因为这样的原因 就是那种好像比较辛苦的神力女超人 第二名呢 我们说如果是有处女座特指的女生 会因为手脚利落很有巧思 成为这个神力女超人 刚看了一下 丽迪亚上身处女座 上身也算 对 虽然你有这样的特质 我们说处女座的女生 她们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这种在生活当中 很多大大小小事情 她们都很擅长 她们都可以去做 因为有时候 某些工作 你可能真的不行的时候 你还有个借口 我不会耶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电灯坏了 要怎么修 你有个借口 可是处女座女生 她真的明明就会 她自己就觉得 说不出口这个推脱拒绝之词 再来就是 因为处女座的女生 她们自己对很多地方 很多细节其实是讲究 是看得出来 这个到底有没有做好 还是做得不好 所以她没有办法去忍受 另一半做得不如她的标准 举例来说 有没有可能像Lidia好了 比方说可能真的先生有空 她就说 那今天早上出门前 你帮忙这个女儿去 就是收拾她的书包好了 或是她的东西 好 先生可能戴了外套 戴了什么什么的 在那边慢慢准备的时候 Lidia就会说 算了吧 看你在那边摸半天 我自己来好了 我可能这个五分钟就弄好了 你摸了十五分钟 还没踏出家门 可是就因为这样子原因 自己脑筋清楚 逻辑好 又这个俐落 所以就自己变成了 神力女朝人了 第一名呢 我们说是 射手座特质强的女生 因为呢 包山包海又独立自主 这个布兰尼 这个太阳射手座 具有这个特质的 我们先说射手座特质强的 他们其实从小就不喜欢被绑住的感觉 这是因为这个特质 它会衍生出人生之后 很多的一个情况的 怎么说 他们可能从小的时候就不依赖父母 比方说有些射手座的人 他成绩好 他就是靠奖学金 我不用跟父母拿零用钱 奖学金就够了 那这个成绩不到拿奖学金的地步 他会去打工 也不用跟父母伸手要零用钱 那谈恋爱的时候呢 比方说大家一起去这个吃了饭啦 看了电影该回家的时候 如果男生有主动说 我要送你回去 射手座的女生会很开心 可男生如果没有这个开口的意愿 射手座的女生会很潇洒的说 OK好啦 那就这样子再见咯 自己很潇洒的说个拜拜就回家了 一样的结婚之后 射手座特质强的女生 他没有办法去等待说 我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老公同意 我做什么事情都要等老公在 我才能做 这是他们觉得很绑手绑脚的 真的 所以与其等老公在 老公的这个来做 不如我自己来好了 而且射手座的人 我们讲他们的一个学习能力 其实很强 很多事情 他可能不像处女座那么 一开始就擅长 但他觉得没关系 我会观察 好我看这个 我看到Lydia 平常是怎么打点小孩的 我可以学到重点技巧 所以他们会反应 会应变在日后自己对孩子的照顾上面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说这种包山包海的学习能力 所以变成自己就成为一个 不用靠另一半的神力女超人了 这个给大家参考 我没在设置 谢谢观看